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建造合同收入的核算问题 那这个点呢考的也是非常多的 对吧 是21年20年17年16年考到过 那为什么2018年和2019年没有考到过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工程经济的教材史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在2017年以前教材当中是有的 然后18年教材大改版之后就把它给删掉了 所以18年19年教材里面都没有 直到2020年呢教材又把这个内容给恢复了 所以大家看这一部分的内容在教材改版以前 是有的而且年年考 教材改版以后没有了就不考了 然后等到又恢复了以后又是年年考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可以称为叫做年年必考 它属于年年必考 所以务必掌握 好那我们既然如此重要 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要掌握哪些东西 首先第一个建造合同 建造合同呢我们说它有两类 一类是固定造价 一类呢是成本加成 对吧 我们普遍的合同呢 其实是固定造价合同 我们签了一个单价也好 签了一个总价也好 至少我们是定下来价格 对不对 既然定下来了价格 那当我的价格往上涨的时候 固定了造价以后 那我们如果是物价上涨 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应的涨价风险呢 就是我们的承包人了 对不对 承包人在承担风险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用成本加成合同呢 就比如说有些物资 短期价格波动巨大 或者最近一段时间 正好进入到了物价快速变化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签订 成本加成合同 那成本加成合同 就意味着我定下来一个固定的利润 或者利润率 对吧 那成本增加了 相应的我的施工单位 能够拿到的钱呢 也会变化 对吧 至少先cover掉我的成本 先覆盖掉我的成本 然后呢 再去赚取我该赚的利润 所以涨价的风险呢 由发包人承担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 合同的分立与合并 有人说这个部分 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没错 教材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吧 只不过呢 这又重提一遍 那这个地方呢 它变成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合并 一个是分立 刚才我们的教材 讲的是合并 就是当我有多份合同的时候 那如果 它其实是一揽子交易 或者呢 同一个综合利润率工程 或者是一次旅行 跟我们刚才内容 跟我们刚才内容基本上一致 对吧 那我就应该合并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是同一份合同 但是呢 这同一份合同 它里面A B两个项目 它是独立建造的 或者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是单独谈判的 或者呢 我是完全可以单独的去进行辨认的 就意味着 我这一份合同 在法律上 我是一块签的 但是从会计上来说呢 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工程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什么呀 做分立 所以这其实本质上 就是法律的形式主义 法律的形式问题 和会计的实质性问题 对吧 法律的形式和会计的实质 这两个部分的问题 我们放到一块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实质上应该分开的 我就分立 实质上应该合并的 我就合并 对吧 这个逻辑大家理解了 就OK了 好 然后还有呢 就是建造合同收入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收入挺多了 对吧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我们有广义收入 那广义收入呢 它包括了狭义收入 也就是营业收入 然后呢 营业外收入 等等 好 而营业收入呢 它又包括了 建造合同收入 销售商品收入 销售商品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 还有让渡资产收入 它又包括了这几个部分的收入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又是什么呢 讲的是建造合同收入的内容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捋清楚 要不然一会儿来一个分类 一会儿来一个分类 你都快崩溃了 对吧 那我们的建造合同收入 就是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 它包括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的初始收入 最最初始的那部分的收入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的变化收入 变化收入啊 那变化包括三类变化 变更 索赔 奖励 那这些呢 都是我在 我在实施的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变化 对吧 变更呢 当然是业主来做变更 索赔呢 双方都有可能向对方索赔 而奖励呢 主要就是业主 对于施工单位 节约 进度 对吧 节约费用 而产生的奖励 那这些呢 都有可能形成 给我们的承包人的收入 好 那如果这三项收入 要达到 真正的要作为收入 你想 这个地方的收入 其实主要指的是 我们的施工单位 对吧 所以这三个部分 如果要变成 施工单位的收入的话 第一 一定是业主要认可 对不对 第二呢 就是收入的金额呀 它得是可以被计量的 它得是可以计量收入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那没办法 所以收入的金额 要可计量 而且业主要认 所以这是两个 基本的条件 你要知道 基本收入需要吗 不需要 因为基本收入 就是合同里面 就约定了 对不对 你后面的变化 是不是你 施工单位 自己说了算的呀 对吧 必须要业主 能够认 而且呢 金额能够明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 重要的问题了啊 建造合同收入 它的确认问题 建造合同收入 它应该如何去确认 那有人说 那你原来不是讲了 收入的确认过五官吗 那这个地方又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深入到 建造合同 对吧 施工单位而言 那对于施工单位而言呢 我们先要去评估 这个合同的收入 就是结果能否可靠估计 那什么叫做可靠估计 什么叫做不可靠估计 可靠估计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的对价 能收回 然后呢 如果是不能可靠估计呢 就是对价 不能完全收回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对价 在能收回的情况之下 那我花了多少钱 我都百分之百的能够拿得到 那这样的话 我就按照完工的程度 来去进行收入确认就行了 对吧 就是完工程度来进行确认 好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个时候 就直接按照 能够可靠估计的这种方式 来去操作 那怎么叫做能够可靠估计呢 刚才我们说了 对价能收回嘛 对吧 好 对价能收回呢 它其实也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 就是收入可以计算 第二个标准 成本可以计量 第三个标准呢 就是利益很可能流入 是不是就刚刚我们说的 对价能收回 第四呢 就是完工进度 和上需发生的成本 可以确定 这是一个一错点 上需发生的成本 可以确定 好 那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 对于固定造价合同来说 当你造价 比如说是一个亿的时候 那我要确认收入的主要的原则 第一我知道总收入一个亿 对吧 第二我知道 我的总成本是七千万 对吧 我可以计量成本 我知道怎么去计量成本 是可以区分的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我的钱 所以对价可能收回啊 对吧 这个很重要 能收回 好 第四个 你既然要用完工进度来去计算收入 完工了30% 你就计算30%的收入 就意味着 我们的完工进度 是不是必须要能够确定才可以 对吧 而且除此以外呢 我们说 上需发生的成本要能够确定 什么叫做上需发生的成本可以确定 我举 我们一会儿来啊 我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儿去讲呢 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碎 等我讲完了我们的完工百分比法 我们回过来 再来说这个问题 留一个悬念 好 所以基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对吧 收入能确定 成本能确定 然后呢 能收回 并且呢 就是我们的完工进度和上需成本 可以确定 那如果是成本加成合同 那就是收入能收回 对吧 能收回 而且呢 实际发生的成本 能够去计量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实际 因为你的成本加成合同 它是用成本 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对吧 好 那如果你的成本确认下来是一千万 而我的成本利润率是百分十 是不是我的收入就应该是一千一百万 这是在什么时候确定的 是不是在我 这一部分的成本 确实消耗了以后 我就能够确定 我应该要收到一千一百万 对吧 所以对于成本加成合同来说 是实际发生的成本 这一点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是实际发生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去讲 完工百分笔法 完工百分笔法是用于固定造假合同 而且完工百分笔法呢 基本上每年都会考 那完工百分笔法 基本的逻辑就是按照完工进度来确认收入 刚才我已经举过例子 如果是一个亿的合同 分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那第一年百分之二十 第二年百分之三十 第三年百分之五十 对吧 好 这样呢 我们说第一年就确认两千万 第二年确认三千万 第三年确认五千万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但是 这个书叫不叫完工进度呢 这是不是完工进度呢 各位注意 这不是完工进度 什么是完工进度 完工进度 它一定是一个累计值 什么叫累计值 第一年百分之二十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第二年呢 就不再是百分之三十 而是把第一年和第二年加一块 所以完工进度应该是百分之五十 而第三年呢 完工进度应该是百分之百 所以这里面的第一个一错点 是完工进度 它是一个累计值 而不是一个当期值 好 这是第一个一错点 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完工进度 它有三种方式来去确定 第一种方式 按成本确定 第二种方式 按工作量来确定 第三种方式呢 按技术来去确定 按成本 按工作量 还有呢 按技术来去确定 好 那我们先来说 按成本确定 按成本确定呢 其实我就应该是用 我的累计 成本 实际成本 一定是累计 对吧 实际成本 去除以什么呢 去除以 预计总成本 那各位想想 预计总成本 是不是就等于 我的实际 累计实际 累时啊 我就写累时 累时成本 要加上什么呢 是不是要加上 加上我的上须成本 累时成本 加上我的上须成本 所以你要不要知道 上须发生的成本 是不是需要知道的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需要知道 上须发生的成本 当然你说实际成本 要不要 也需要 但是呢 我们只要能够 成本可区分 可计量 就表明 实际成本 是可以知道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解决了 为什么是 这儿是上须 因为我们要 预计总成本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 要去预计总成本 OK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所以我们在这儿 是第一种情况 就用累计的实际成本 去处于我的 预计总成本 好 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用成本 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如果我们 思考 就是我的成本 在我的总体收入里面 比重一直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那么就意味着 我成本花了50%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我的项目 也就完成了50%啊 对吧 这是说得过去的 第二种呢 就是我不用成本来 我直接按照工作量 这样是不是更准确一点 对吧 比如说修路 架桥 那我就按照 我完成的公里数 来去进行确认 是不是也是可以 所以呢 我按照已经完成的 累计的工程量 去除以预计的总工程量 这预计总工程量 是不是也是 我的累计实际工程量 再加上上需发生的工程量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已经完成了合同工作 我用技术测定来去确定 我直接去测到底是多少 对吧 我既不用成本 也不用工程量 我直接去做测量 也可以 好 这样的目的都是干嘛 都是去确定这个20% 50%和100% 对不对 那当我确定了20% 50%和100%以后 我怎么去确定当期的合同收入呢 我们说就是你把它去乘出来就行了 对不对 比方说我第二年的完工进度是50% 那我是一个亿 乘以50% 所以你说第二年我要确认5000万 对不对 各位不对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5000万 它是什么值啊 它是累计值 对吧 累计值 所以你要如果他问你当期合同收入 就是我问你第二年的合同收入 那我应该怎么样 用这当期再减掉已经确认的收入 对吧 我这个地方就不是看完成多少 而是只是看已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题目会告诉你已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好 所以减掉已经确认的 是不是就上去确认的 也有可能这已经确认呢 它完全是按照进度比例来确认的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如果按照进度比例确认的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就减掉2000万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也有可能呢 人家的确认的这金额跟进度比例不一致 比方说 它是按照发生的成本确认的 那我是不是就减掉 已经确认的这一部分的收入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已经确认的收入 你要看题目怎么说 如果题目给到你已确认的收入 你按题目来 如果没有给你 你可以按进度来 对不对 但是无论如何都要注意 这个地方要用的是 它乘以完工进度以后 减去已确认的收入 减去已确认的收入 就是我的当期应确认的收入 对吧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溢错点 怎么溢错呢 因为它不一定给你已确认的收入 或者说它给你已确认的收入以外 它还给你一个已收到的金额 注意 已收到多少多少元 这个能不能用 注意啊 这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已确认收入 这是全责发生之 而收到多少多少 这是属于收付实现之 而我们要的是什么 全责发生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啊 他说 某一个建筑业企业和B交通局呢 签订了修建一条150公里公路的建造合同 然后约定总造价呢是6000万 合同工期是三年 然后第一年修了45公里 第二年修了75公里 那么第一年和第二年完工进度是多少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那你总共多少公里 是不是150公里 好 分三年 分三年 第一年完成了多少呢 45 第二年呢 是不是它的完工进度是累计值 45加75 对吧 好 这就等于120公里 第三年呢 还剩30公里 所以应该是120加上30 第三年是不是就是150公里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用45除150 百分三十 第二年呢 因为它的完工进度是累计 对不对 好 所以应该是80% 那如果我问你 第二年确认多少收入呢 那是不是应该等于6000万 不是6000万 6个亿乘以80% 有没有完事啊 没有 是不是要减掉已经确认的 已经确认的就是上一年的6个亿 乘以30%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一年就确认 说50%啊 对吧 所以就等于3个亿 对吧 3个亿 好 这就是我们要理解的 所以大家只要把它想明白 就如果我问第二年收入 它是一个当期值 不要算成累计值 收入问题就不大了 对吧 它是一个当期值 好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能够 能够去明确 进度能够明确 那如果是 我不能够可靠估计 也就是钱 不能百分之百回收 虽然你合同说一个亿 但是呢 我可能能够收到八千万就不错了 对吧 或者甚至我只能收到五千万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说 如果成本 它是能够收回的 在成本能够收回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按照成本 实际的合同成本 来确认收入 这就有点像什么 这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说 第一年 我不知道进度 但是我知道花了一千五百万 第二年花了两千五百万 那我是不是就按照成本 一千五百万确认一千五百万 对吧 两千五百万确认两千五百万 所以就把成本 实际收到的合同成本 来去确认为收入 对吧 第二个呢 如果成本不能收回 不能收回 就是为零 那既然为零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就既为费用 但是不确认收入 对吧 所以我经常说这句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能收多少 算多少收入 能收多少就算多少收入 对吧 那你能收三千就三千 说四千就四千 反正你能收多少 算多少 那剩余的呢 剩余的只能算损失 对吧 就按照损失来 好 所以这一部分 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 它里面包括了 合同的类型 对不对 固定造价 成本加成 第二个呢 什么情况下分立 什么情况下合并 如果实质上是不同的项目 我要分立 实质上是相同的项目 我要合并 还有呢 合同收入的内容 有哪些东西 那我们说 合同收入的内容 我们说是包括初始的 和变化的 对吧 变化的呢 还需要业主来去确认 并且金额要能够计量 还有各种情况下 收入确认的计量方式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重点呢 放在 完工百分笔法的计算 那个计算 基本上是每年必考 对吧 我们说怎么计算 要记住是累计值 第一个一错点 它是累计值 对吧 完工百分笔 是累计值 然后 而我们的 就是完工百分笔啊 或者进度 进度是累计值 然后呢 我的收入呢 往往我们确认的是 当期值 进度是累计值 收入是当期值 对吧 这就是它的关系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好 来我们来直接看题目 某施工企业签订了 总造价为两千万的 固定总价合同 工期两年 第一年完工 进度百分六十 实际收到了价款 一千万 第二年完工 全部完工了 按照完工百分笔法 确认第二年的收入 那它告诉你了 它告诉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可以画个图 对吧 第一年第二年 第一年呢 完工进度百分之六十 所以第二年的完工进度 是多少 有人说百分之四十 对吗 完工进度是不是百分之百啊 累计值 对吧 好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 我们应该用一百分之百 是不是去乘以 我的两千万呢 对吧 乘以两千万 减掉什么 已经确认了收入 已经确认的收入 到底是这百分之六十 还是我实际收到的结算款呢 我们说收到不算 我要是确认的才算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百分之六十 乘以两千 对吧 所以就是百分之四十 乘以两千 就等于八百 对不对 等于八百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年的收入 大家能够 能够看明白这个意思啊 能够看明白这样的意思 所以正确答案是A 那当然了 你更简单一点 你只要能够看懂题目的猫腻 就两年 第二年完工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直接用百分之四十 乘以两千 变成它的收入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因为这就是它的 就是按照当期来算的 对不对 反而你这样更清晰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一道题 合同的执行过程当中 合同变更形成的收入 却认为合同收入的时候 同时满足的条件 我们说是不是就两个条件啊 第一个是 业主得认 对吧 第二个呢 是收入可计量 所以 你看这些东西都没有啊 就是我们 是客户能够认可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收入能够可靠的计量 对不对 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就不去做 不去做这个处理 好 正确的是B和E 然后接下来再看 16年的这一道题 某一个固定的造价 施工合同 合同造价是四千万 那合同工期呢 为三年 假定第一年完工进度三十 第二年完成工程 合同量的35% 完成工程合同量的35% 这意味着 是不是当期指啊 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完成第二年完成的合同工程量 这是不是就指的是第二年完工了多少 对不对 完成了多少 所以是当期指 第三年完工交付使用 第三年完工交付使用 好 合同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他说合同造价为四千万 合同造价为四千万 对吧 然后第一年百分之三十 第二年当年是不是百分之三十五 第三年呢 是不是百分之 还剩下百分之三十五 对吧 没错 好 第二年的完工进度呢 我们说应该是三十加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六十五 对吧 然后第三年的完工进度 是不是应该是百分之百啊 对不对 百分之百 好 所以第一年应该确认多少收入呢 是不是百分之三十乘以四千 等于四 一千两百 第二年应该确认多少收入呢 是不是百分之三十五乘以四千 等于一千四百 第三年呢 第三年的完工进度是百分之百 是不是这百分之百 第三年应该确认的收入一千四百 是不是四千乘以百分之三十 是一千四百 然后第二年完工进度百分之三十五 就错了 对吧 第二年完工进度百分之六十五 好 ABCD啊 很简单 OK 那这一节呢 我们看到其实就这几个内容 对不对 然后一个方面呢 是收入的分类和确认 一个方面呢 是建造合同收入的核算 收入的分类 我们要了解 如果按照收入的性质 我们主要是分成什么呢 这里的收入你首先要清楚啊 它指的是营业收入 是狭义的 所以我们的收入性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主营业 就是按照性质的话 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 就是建造合同收入 然后呢 销售商品 对吧 提供老物 让读资产使用权 那按照收入的主次呢 是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对吧 然后收入的确认 那我们收入的确认原则 我们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呀 在确认的原则上面 我们说应该是过了五关 对吧 才叫收入的确认 当然还有收入的变更 然后 在建造合同收入里面 我们说要知道 建造合同 有固定造价成本加成 成本增加谁承担的问题 然后有分离和合并 还有呢 收入 合同收入的内容 对吧 那合同收入 我们说有初始收入 有变化收入 变化收入的确认原则 然后建造合同收入 它确认 我们说一个是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一个是结果不能可靠估计 能可靠估计 就用完工百分比 这个是要学会计算的 对不对 不能可靠估计呢 我们就收多少 算多少收入 还有呢 什么情况下叫做能可靠估计呢 是对价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对吧 还有收入能确认 成本能确认 上需发生的成本 可计量 完工进度 可确认 对不对 好 这些逻辑大家要懂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三节的内容 很重要啊 很重要 特别是 这后面的这个部分 非常的重要